全部砸完了 一锅砸到这么一大棚六七串 吃起来软糯小甜 每到年底我们山北这边的传统小吃 天天做都做不完 刚吃个加工了些软米子面 今天我们嘴油摸摸 嘴油摸摸 加工好的面又开始拌得潮湿一点草 姐 姐 这什么一大棚了 给你们独自吃了吗 一次草夹出来了 好 摆到面感觉潮湿的 上锅炒 有小伙把面炒到感觉非常烫熟的时刻 摆出来 姐 嗯 你咋来又炒了这件起吗 好 炒一喊给吃起来更糯更甜嘛 好 来 等好 好 好 炒熟的油摸摸面继续用开水火起 少加点碑面 来 嘿 还烧了 把面活拧一点 放在暖一点的地方 起一晚上 来 后来 对 对 好 我们摇动里 卡上的瓦都可高了 就放这儿起一晚上 面起了一晚上来 都变成甜的了 再加点老酱子 再请上两个小时后炸 起好了 开湿子啊 嗯 改开 有杯子扣鱼 来 逐渐再套个段 肉肉 继续改的两个 我给咋炸个啊 嗯 油温6层肉 开始炸 把油温磨磨磨 炸起来 抠油 全部砸完了 一锅砸到这么一大盆 六尺串 把我们家里 揉的全部给做下来 吃起来软糯小甜 这就是我们这边 一到年底 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软米子面油磨磨 吃起来软软糯糯的 特别好吃 喜欢的朋友们 也可以试的 做着尝一尝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朋友们记得点个关注 点个赞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嗨 大家好 我是霞姐 一直有很多朋友在后台 跟我留言 小鲜 在家里咋间做花鸟的 正好我警察做了 家里还有老饺子了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 花鸟的具体做法 现在把面先起上 饺子有点干 把饺子泡一下 倒一点碗水 没有老饺子的朋友们 可以拿酵母粉 饺子泡软了 今天就整散大碗面的花鸟 现在可是花鸟 现在可是花鸟 别倒别搅 妈你做的是吗 你不是就该吃我粥的嬷嬷吗 今天给你做个手锅花鸟吃 把面活软一点 跟着放的暖一点的地方 把上一叶 哇 现在有这么大 现在应该把上三叶干面 倒出来 揉一下 再来一小勺茄面 一小勺苏打 把茄面和苏打 我去油炒一下 把面肉揉在上面里 把茄面和苏打 把茄面和苏打 酒油的揉在面里 把面白粉揉个五六分之 就好了 把面白粉揉个五六分之 现在把面擀开 面擀开了,给面上倒点油 把油抹开,走出来的花卷就不往一块儿斩 再撒一点盐 给面 现在把面给卷起来 把卷好的面切成大小酒油的剂子 现在把切好的剂子扭一下 拽两圈也对着就好了 把牛排的花卷放过六分钟上锅蒸 洗好了,上锅蒸 这点油汗大了 那会儿不含着,这会儿雪油汗大了 不过我们死,不影响我整嬷嬷 盖上锅盖,大火蒸二十分钟 现在谁给你把衣裳翻转转的 谁给你把衣裳翻转转的 谁给你把衣裳翻转转的吗 啊 你看你帽子还在前面穿着 是不是你姐姐来了 是啦,该回家给了,到外面 哪里面穿着 呀,跛滚啊 呀 咱俩,咱俩 你老婆一祖类 可不说 花卷真好嘞,出锅 好嘞,出锅 好烧 妈,摸到就好了,我要了,你给我一点 熟了吗,这点,把这个拿出来 来,叔叔 来,哎哟,行 你给妹妹少久一点,宝贵 给,拿好就快吃 慢慢的 夹炒饭的嘴花眼就做好了 特别的虚 软软的特别好吃 我用老饺子煮的,闻起来都有一股浓浓的摸摸香味 就喜欢吃这个味儿的摸摸,太好吃了 好安哦 妈,这吃完了,这给我来的 你也出来的 我给我去啊 大爷,给我来一个 来 妈妈 行了,行 你吃完再,妈妈给你转饭一点 嗯 爹爹 你转这也别烧糊不大喝 嗯 做火草的 嗯 没有 还有葫芦的了 就吃这个厨瓜 妈妈给你再拿一个肘的 嗯 家炒饭的肘傘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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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边再帮我点赞 谢谢大家 朋友们下期见 来,给您吃一碗